引擎聲真的比較大 CBT CBT 神鬼東西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現在會員計畫 我們的計畫是這樣 三台車讓會員來集平一下 但是呢 我們偷偷置入第四台 讓他們蒙眼睛 我來看看到底這個進口車 歐洲車到底是不是真的做得出來 還是只是貴而已 其實做起來沒差 最後就安插一台不一樣的車 讓他們這個 補煞煞 好不好 好啦走 開始了我們開錄了 開錄了開錄了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會員特別計畫 Special 來今天呢我們會員啊 通常這個不定期 我們都會這個推出計畫 就從我們的YouTube會員裡面 抽到幸運兒 好這個是 文育還有綜藝 綜藝也是給我們買車的 剛好抽到他 今天的計畫是什麼 剛剛好呢我們有三台這個 目前市面上 討論度最高 也是這個 非常適合台灣使用的一個 Label級距 我們剛好收集的三台 MG的ZS MG的ZS YARIS 最後呢再加上一台我們的KICKS 好那今天呢我會讓他們兩個來打分數 就是我們有幾個分數評分的重點 一個就是呢外觀 那外觀很簡單 我覺得就看你們個人喜好就好了 好不好我到時候會給你們1到5的評分 讓你們去評 那再來一個內裝 那內裝的話呢我比較想要偏向於在這個內裝的質感 好這也主觀的 你覺得打開這個鋪陳啊 黑色啊 皮革的質感啊 方向盤等等裡面的那個整體的質感氛圍 做第二個評分 然後第三個評分呢 嘿嘿我告訴你 我要幫你蒙眼睛 把你們眼睛蒙起來 讓你們不知道哪一台是哪一台 然後呢 載著你們出發 感受什麼 隔音 還有底盤 最後給一個這個乘坐的舒適度的總分 給你們做評分 OK吧 我們先訪問一下 來這個是有開車的嘛 你跟我買車之前就有開了嗎 我忘了 都是家裡的車子 都有在開了 大概幾年的這個開車經驗 18歲到6、7年 你開了6、7年 18歲到6、7年 25歲 等一下 看起來比較老啦 你老司機你有開車嗎 店哥我會這麼大 沒有小師哥 對啊 這是上個月車才賣給我們的 你賣給我就是Kiss 對 那帶安排的是他的車嗎 不是不是不是 你的是灰的 我是灰的 那Kiss他一坐上車就 啊 我知道有什麼車 不一定 因為我沒有坐過後座 你Kiss開多久 我Kiss開5年 開5年 那你的車零呢 車零20年 你年紀有那麼多 我40歲了 哇 夭壽啊 這麼保養 保養看起來差不多 看起來上39歲又11個月 欸不是啊 這25歲我生了下來 你小師哥保養得好啊 看起來年輕 我忽然意識到 我忽然生了下來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開始下面的環節了 好吧 評分下去了 大家來看一下看一下 應該沒看過吧 你只有看過Kiss對不對 對 你有坐過嗎 這兩台有坐過嗎 都沒有 這三台 都沒有 好那太好 我就是要你們沒有 對 好一下開放參觀環節 開始 有看過這個車嗎 有朋友開這個車嗎 沒有 沒有 但我們公路車原本想買HS 結果後來買什麼 後來買Kiss 我們兩台公路車都是Kiss 哇很棒啊 很棒 恭喜你們啊 買到了一台好車啊 老闆拿的啦 老闆拿的啦 對好車好車好車 其實外型就是很主觀的 我覺得就是照你們自己的喜好下去評 那再來一個就是去看一下 比如說他的旅圈的樣式啊 還有他這個防刮材質啊 我覺得配備就不要列 我覺得今天這次我們都沒有列進去 反正配備消費者他們自己會去挑選 會去研究 但我覺得那種乘坐感受可能是 感受不出來的 對 每次都聽小事在那邊爪而已 做起來怎樣怎樣 隔音很差什麼 隔音很差四個字 沒有辦法量化 對有一點難想像 還有這個MG的大Mark 他Mark其實蠻好看的 你覺得還不錯 嗯 我看到Mark還蠻好看的 那我一定覺得 你不好意思吐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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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是個人主觀的感受 對這還好OK的 好看一下 然後他後面有兩個這個像雙出 尾管的一個飾板 好不好 那接下來外觀 看完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YARIS的外觀 這個接下來是YARIS CLASS 這個路上應該還沒看到吧 有 這台 我也有看過 那你看過了 我可能分不出來 所以其實這個 跟他當初那個家族的那個設計 都是很類似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應該算安全牌吧 是好看的 你覺得是好看的 OK 是可接受的 可接受的 好然後一樣啊 我們也是在看他的輪圈 可是其他輪圈有沒有發現 跟HSG有點像 設計的樣式啊 也是雙色這樣切削 其實有點像 我們這台是中等級的 所以這個防滑材質沒有那個銀色的裝飾 好 來看一下屁股 那屁股你們覺得如何 一如他的眉頭伸鎖 沒有沒有 就長得有點像 CHR的那個屁股 你這樣有人有腳有層次的 啊你覺得咧 就 一如他的 大哥跟二哥啊 好像看起來都很像齁 對啊 不過我覺得他這個燈比較像 GYARIS的那個設計 還蠻像的 好不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文藝的 曾經的愛車 KISS 你當初為什麼買KISS 當初在19年買的時候真的 如果以CUV的話 大概也只剩他有 比較好一點的主動安全而已 對 哇原來 所以配備還是很重要 對啊 好來看一下KISS 走 KISS咧 啊我們沒有HRV 要不然HRV應該要一起出來 你覺得如何啊KISS 你不要 你又不好意思傷害他 我已經不是生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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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你講 生草長高了 生草長高了 好像 對啊 有啦燈比較胖一點啦 仙草是比較銳利一點 像這種水箱護照啊 我覺得喜歡的跟不喜歡的那個 差異性就 會很大 家族設計與會 VMotion VMotion 對對對 啊但是他這個 這個水箱護照啊 我這樣問起來啊 覺得難看就覺得很難看 啊覺得 可以接受的 喜歡的就會喜歡的 它很像那個 東洋武士頭盔的 上面的那個 喔喔喔喔 我覺得他們的 設計靈感應該是從那 日本武士精神的 對對對 妖嬌啊 你說一個 層次都提升了 好來看一下這個 輪框也是一樣喔 雙色缺銷 但它比較安全一點 它是大直的 沒有任何變化 側邊呢它的銀色的裝飾 就比較多一點點 比起另外兩台 但是欸 這樣很剛好 因為三台好像都是七七幾萬 這個啊這個已經漲了 這個現在漲了 82還83萬 這個現在漲到83萬這樣 對所以它這一代的時候 是79萬的時候 79萬9 對 超級 它的屁股就比較 有立體感一點 然後後面呢 也是三台 裡面唯一一台 它的銀色的這個 噴漆的裝飾特別多 那這一塊啊 在我們車主群裡面來講 我們叫做 包尿布 包尿布 就遠遠看 就似乎像一個尿布在中間 對對對 好啦那接下來 花個五分鐘時間 讓你們 仔細端詳一下三台 外觀的部分 好 開放 參觀 我覺得它的輪圈都好像 裝飾協銷現在真的是主流 而且大小也都一樣 是17吋的啊 這個就鍍鉤了嗎 欸你是 你是喜歡有鍍鉤還是銅色的 我個人喜歡銅色 我也是喜歡銅色 對啊 我覺得窗框可以 窗框感覺像點綴 但我就覺得這個配在這裡有點 窗框就有點像 你孩子化妝化眼線的感覺 但是 門把還是銅色會比較好看 我比較喜歡銅色的 不過講真的 我不太喜歡太多的這種 防刮材質 就熄來了 大家都說防刮材質會有點廉價感 不過 對於我個人的感覺還好 但是說 能銅色 就 一點點還可以 那 有像 如果像那個 這個 大概差不多了 變到這個 變到這個 到Yarish Coast 就 真的覺得有點多 那車頭也都LED燈了 現在LED那麼便宜 真的就是Ruffle shift縮小一點 等比例 感覺就等比例縮小 就等比例縮小 錢在給足夠上面的行李家 應該 從等級CUP差不多這種感覺啦 是啊 啊這個就 前一代的設計 變平標的比較好看 新 它新標比較好看 新標啦 講真的 但我喜歡它的旅圈 我沒有到 我覺得它這種 這也是雙色 也是切消 也是雙色切消 不知道為什麼 感覺看的比較順眼 尾燈是LED的嗎 不是 不是嘛 不是 看起來是有魯素燈泡 這是魯素的 後續 換一顆燈泡 換一顆燈泡幾十塊而已 對 那 就只有好在這裡而已 對 花了一段時間 嗯 最主觀的這個 外觀的評分的部分 滿分是五分 MGZS你們會給幾分呢 321 請舉白 幹兩個都滿分喔 好來我們拼彎 我再來一個一個問你們 好第二台呢 這個大壓的部分 你們會給幾分 321 43 OK 好 你不要像 你不要一副像做壞事的樣子 好不好 這個車主最廣大 沒有我們這個是主觀 我剛剛有提的 這是主觀的 那沒什麼好擔心的 我每天都這樣都沒在怕 好第三台 Kiss的部分 你會給幾分 請舉牌 4分跟3分 好啦那我一個一個問啊 你給ZS5分的原因是什麼 我喜歡它的頭燈 你喜歡它的頭燈 尤其是這個日行燈 廣告什麼 銀石之翼 是什麼 銀石之翼 就是 足球小翼 你喜歡它的頭燈 還有嗎 還有嗎 主要是被它的頭燈吸引 水箱護照的那種高光澤 我也覺得 比較有質感一點 對它是鋼琴烤氣亮面 這個人很在意車頭的部分 因為本人比較喜歡車頭燈 哈哈哈哈 來那你呢 你會給它5分的原因 三台車繞完 這台車真的是最有演員 然後整個的質感看起來就是覺得它最年輕 最年輕喔 你覺得它的那個整個造型 你覺得是最年輕的 對 整個質感就還不錯 然後我喜歡它的標 我覺得它不用做的 我蠻喜歡它的標 這個人一直在講它的標 所以一個是車頭控 一個是車標控 第二台你是給4分 你是給3分 OK 不過都比較出來 就代表這個在心中 是比起它有差一點點的感覺 好那你們覺得 你給4分的原因是什麼 4分原因主要是 路上多看久了 覺得不違和 就是剛好可以過 我就給了4分 我還以為你要講說 就算它的牌是紅色的 你也覺得很正常 要不要逼掉 好這個就是Toyota的感覺很像 就保險分嘛 對 那你的感覺呢 也是一樣 就中規中矩 無功無過 所以就3分 東西都不差 但是沒有讓我特別喜歡的地方 沒有特別喜歡的地方 對 好那第三台Kicks呢 來車主 前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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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也就是比較舊的設計了 所以 那給到4分就是因為是前車主的關係 念舊 舊型 舊愛還是最美 對還是最美 情人還是老的好 對 走遍天然海角忘不了 好 來那個 終於咧 你覺得Kicks的部分 我覺得它的外型 比Yaris有特色一點 你覺得比較特色 但我不喜歡它的車頭 所以Core even 你不喜歡 你不喜歡那個想像護照 你跟我一樣覺得那個VMotion不好看 所以我說那個喜歡的跟不喜歡的 其實蠻兩級 好啦這個帶他們來看一下 簡單的看一下內裝的部分 內裝的部分我們不管配備 我覺得 你們就就它整體的 顏色上面 質料上面 然後用這個質感的部分 還有設計感的部分 主觀的你們再下去做一個 評分 好不好 帶你們來看一下內裝的部分 這個是駕駛艙的部分 它主要整體呢 它就是用黑色跟紅色的縫線 但是它的這個側邊 都有做一些卡鳳的花紋 然後它的中控台的部分呢 也是軟的啦 甲鋒線啊 然後這些都有一些銀色的框 主要它最左最右出風口是做圓形的 中間有一個用平板的方式啦 實體按鈕只有下面中間那一整排 還有中間的杯架 包括排檔頭有這個字樣 印上這個字樣 讓你們感受一下 好不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去看第二台 等一下開放時間讓你們好好的琢磨 好 那這一台呢 全部這個就是黑色資料 螢幕在中間 中控螢幕 實體按鈕在下面 這邊這邊控制烘調的部分 啊有啦 它的中控台也調藍色的 這個藍色等一下你們看一下質感 真的很像中國捷的那個材質 好你們看一下 我原本以為是氣氛燈 假氣氛燈 對 因為你看拍照的時候很像氣氛燈 然後鋼琴烤漆 好待會你們也可以這個體會一下 實際摸一下 都上去摸摸看它的質感感受一下 好下一台 下一台你不用了啦 看 好來 這一台對你來講是那種 你知道嗎 晚上屬於那種 不要開燈都找到洞 對 找到洞 找不到鑰匙桶 找不到鑰匙桶 那啦 哀去的 哀去的 閃不太過去 好 那KISS的內裝呢 在中間的部分 它也有這個車縫線的一個裝飾 然後它做的就 比較像沙發這樣 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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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好中控台部分它有做平板 但是這邊也都是硬直的塑膠 那它也是圓的出風口在兩側 中間一個小平板 實體按鈕一樣 下面是這個空調 好接下來呢 就開放時間 那你們去看一下 好我們針對這個 待會的評分 就針對它的氣氛 跟它的設計 中控台啊等等設計 門板 質感 好不好 我們下去評分 來開始 這就是沙發 你不覺得它的 其實蠻好做的 它的 它就是被汽車耽誤的沙發場啊 我蠻喜歡這個懸浮式的排檔 懸浮式的螢幕 螢幕 講真的這一台車 擁有快五年 我第一次坐後座 開車的不會坐後座 不過這個是皮 對 但是那個皮 假假的 不是很好 假假的 我大概開兩年 它那個皮就有點破掉了 我也是我本身比較容易流手汗 我也蠻容易流手汗的 不過我覺得 最有質感是它 懸浮螢幕旁邊 這一塊 對啊 這一塊 我覺得 好 駕駛 的 有點局促的感覺 不論是我的錯覺 我怎麼覺得我做副駕 把副駕做小 我覺得它 就是跟KISS 比起來它的前座 我覺得比較局促 不過它軟質塑膠 就要給的 比較多一點點 我覺得 這個方向盤 是貨車的方向盤 哎呀 哎呀 我是否說出了 不該說的話 會被泡 20歲 剛開車的時候 就是開貨車啊 就一摸 回到了20年前 這要去OZ包了 可是其他地方這麼捨得 用軟的跟皮的 唯獨這一根 一上車 第一個握著 就是方向盤的 啊 門板 這個如果單看 它是 算層次堆疊的 算不錯啦 其實我覺得層次 包含這邊的門板 其實層次堆疊的都很好 唯獨 我一直覺得這顆 實在 怎麼覺得少 少一點 我要去看一下 後座 比較薄 所以它的 西部空間就有做出來 西部空間蠻大的 其實頭部也不錯 能把我塞進來都 不錯 其實我覺得它的皮不錯 它的皮還蠻細緻的 換下一台 軟的 做得很像硬的的軟質塑膠 這就是 所謂的價格破壞者 它真的 雖然說實話 我自己個人很不愛碳纖維 但是 這個很捨得 對啊 這應該是軟質塑膠相對最 不過它門皮就是硬的 嗯 其實它方向板不用包 它方向板是這幾支裡面最 我覺得 真的就是 最好的 對啊 但我覺得它的座長空間 可能左右包的比較緊 但我比較喜歡這種弄轉的 要吹哪裡 這幾 對啊 不像 Toyota就兩項吧 Kiss 圓的是圓 但是 不能轉 嗯 我 我比較喜歡 MG的這個 出風口 但這個質感真的不錯 比如我不喜歡這個花紋 但這個質感真的不錯 三台裡面最好 OK 好 換後座 哇 Kiss完敗 真的要有後座出風口 它的皮真的是好摸的 門板還是硬 蓋硬是硬的 對 這皮好摸 我跟你講 這個案情線路膠著啊 如果假設你真的要從三台車裡面去買一台車 我相信消費者應該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好了 我要評分 這個內裝的評比 這也是很主觀的 三台車呢 你比較喜歡 你會給這台車的內裝幾分呢 ZS幾分 請選擇 5分 好來第二台 Yaris Class 好啊 請給分 3分 唉唷 你反而還有4分喔 對 好3分 好接下來 Kiss 好不好 我來看看這個救情人你會給幾分 來請評分 3分 好 3-3 所以你覺得這兩台你覺得整體的內裝的感覺 就是一樣的 Yaris Class 我一坐上駕駛座我會覺得有點局處 它會坐的比較小一點 Kiss的話 就它不管是層次的堆疊還有用料 真的都明顯會比這兩台 我覺得再差一點 我覺得 是喔 ZS你就覺得有什麼好挑剔 你喜歡它什麼地方 喜歡它 它的皮質 雖然說層次堆疊沒有像 Yaris Class 這麼的豐富 對 但是它整體上 是舒服的 一坐上去就是 讓我感覺很舒服 椅子也是對不對 對 來來你吧 說說看吧 ZS的話 我覺得它皮真的好好摸 你覺得很好摸 對我覺得皮質不錯 雖然其實我不喜歡碳纖維的花紋 但我還是覺得它整體摸起來也是最好的 Yaris的部分我覺得 Toyota的堆疊有在用心 有不太一樣 跟以前的Toyota不太一樣 我覺得堆疊 所以說方向版還是那個 沒有皮的 沒有皮的 但層次堆疊很用心 Kids的話 說實話 我真的 我喜歡它的那個悬膚式的 螢幕 好像只有它這樣 其他兩台都是 比較像平板 對 Kids好像就這樣了 Kids好像就這樣 是什麼意思 欸 什麼都好像就這樣 下降機 中規中矩 都中規中矩 對啦 所以其實這個差異性 完蛋了 還要再試下一個嗎 不一定啦 搞不好下一個 一開出去就落賽了 我們下一個呢 不要給它 給它們有這個 認車標的機會 我們要把它們眼睛蒙起來 帶它們出去 繞一圈 所以呢 我們第一趟的時候呢 我會先問你們一下 給這台車的分數 那當然因為你們無從比較 所以你們的第一台車 就是你們的基準點 再來的二三四台 欸你們不知道四齁 對 我們要不要講個四 靠北了 對 我們等一下有個緊急計畫就是 待會其實其中呢 我有穿插一台別的車 好不好 所以你們會更難認 好不好 那你們後面的幾台呢 你們的評分標準 就是用第一台為主 去比較就好了 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玩 剛剛那個我覺得太 這主觀觀眾朋友 會說 媽的你們同溫層吧 你的會員來 不是你同溫層嗎 講的東西都跟你講的一樣 哈哈哈哈 好啦那我哥接下來呢 我們就蒙眼上路測試 那我們先到旁邊坐著 我們把眼罩把它蒙起來 然後我們會先把順序打亂 哈哈哈哈哈哈 還多一台 而且還多一台 不知道你們知道是什麼車 我車那麼多的你猜不到是哪一台 對 哈哈哈哈 好 Let's go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看到嗎 哈哈哈哈 看不到喔 因為下一次起來就是柬埔寨了吧 柬埔寨 柬埔寨 如果是柬埔寨的話 你騎不來了 哈哈哈哈 好稍等一下 我們馬上把車移動一下 帶你去坐車 你們不能摸皮喔 好 手只能放在那個喔 不能摸到材料好不好 好 好我們出發囉 開路 Let's go 椅子怎麼樣 椅子柔軟度還可以嗎 我覺得還蠻有支撐性的 還蠻有支撐性的 來基本上呢 我轉速會盡量維持在一樣 我不會把它弄太高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這個 搖晃的程度啊 風切身啊 乘坐的感受 OK 嘿嘿嘿嘿 然後感受你們這趟旅程吧 好 然後另外感受一下台北路有多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來把路看完的 有沒有你們覺得這個彈跳的狀況如何 我覺得我坐在右後我一直聽到 在過坑洞會有叩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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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讓你們立一個標準 等一下你們就可以比這台X比這台好 好我們現在爬坡 感受一下 引擎的聲音 引擎傳到你們那邊的聲音 然後跟這個風切聲 引擎的聲音還沒有很大聲耶 引擎我覺得傳到我們這裡基本上聽不太出來 應該不是CVT變速箱嗎 然後風切聲 哇你連聲音是CVT你就知道 好我們已經上高速公路了 好那我們時速呢 就是以高速公路的最高線速 我不講話你們聽風切囉 怎麼感覺其實風切聲沒有很大的 現在是隧道內嗎 哈哈哈哈 完全沒有 真的假的嗎 完全沒有 沒有 剛那一段還蠻安靜的耶 對啊 沒什麼風切聲耶 對啊 唉唷 不錯喔 其實隔音不錯耶 還不錯 底盤隔音差了一點點 感覺是因為風切聲比較聽不到 就會聽到一些其他的聲音 你們會覺得很晃嗎 不會 高速公路應該是不會啦 剛剛平地比較會 對 一點點 有一點我在肯亞的感覺 肯亞 我有去過肯亞 你有去過肯亞是在那邊住一段時間嗎 我去那裡出差工作大概一個月 哇 我們那個城市就一條類似像他們的省道 那其他都是沒有鋪的 對 這隧道啦 跟你們講這隧道 感受一下 怎麼覺得隧道內反而比較大聲 對 會啊 因為會反射聲 嗯 好來 我們出隧道了 好啦那接下來呢 我要讓你們在這邊就先做一個評分了好不好 好那你們坐了這台車到目前為止呢 你們給這個隔音的部分 隔音半風切聲 那引擎的聲音 底盤的噪音啊等等 你們會給幾分呢 請評分 3分 4分 好那接下來呢 下一個是針對你們覺得這台車底盤的那個搖晃的程度啊 彈跳的程度 你們會給幾分呢 請評分 3分 喔 這個我想中意你這個3分 等一下你的車會不會越平越低 到最後1分了 因為你的標準力在中間你知道嗎 像那個文藝它把標準力高一點的時候 它待會兒比較好 比較好那個評分 比它高比它低 好 再來最後就是整體的乘坐感受 行駛啊 的那個順暢度什麼不管啦 反正就是乘坐的總分來感受 好這台車呢 總體的乘坐感受你會給幾分 請給分 3分 4分 欸好像差不多 其實兩個評價 都先把這個 標準先立出 標準先立出來了 有沒有 好啦那接下來我們就回去喜歡下一台車 哈哈 所以等一下我們去就直接齁 直接就扶他們下車換下一台車 好眼罩就不踩了 好一樣的路途開始 喔引擎聲大很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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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不錯喔 就是要這種感覺 有感覺來囉 好來囉 台北市的爛路 目前彈跳覺得怎麼樣 比較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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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 乍感覺比較晃一點 是跳還是左右的那一種 我是感覺它的碎震處理會比前一台再模糊一點 所以乘客感受會更好一點 前一台比較直接啦 前一台比較直接 趁你們記憶猶新的時候趕快出發 引擎聲真的比較大 C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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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鬼東西 我愛CVT 好啦爬破 好我們上高速公路囉 風切聲怎麼樣 我覺得風切聲有比較大嗎 我覺得上一台就是風切會比這台好 那你們兩個這個部分是一樣的 那高速公路這個過這個伸縮縫的那個感受 感覺這台的避震行程長一點 哇連這個都知道喔 感覺底盤比較軟 就是它會把彈跳處理得比較模糊一點 也或許是它的坐墊感覺也比較厚一點 對啊 剛剛沒問喔 這台的椅子坐起來跟上一台比 這台泡棉比較厚 終於滾了 這台的泡棉比較厚 但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這台的椅墊 好像比較短一點點 那台的聲音變成風切聲 嗯 下面的聲音變小了 上面的聲音變大了 底盤穿上來的聲音比較小 但是風切變大 不知道為什麼怎麼感覺有點細微的左右晃的感覺 感覺剛剛那台的懸吊比較硬 支撐性比較好 好 旁邊有人超車了 連旁邊有人超車都知道 那上一台怎麼好像沒有這樣的感受 它好像從我旁邊這樣咻過去的感覺 被刷卡 離你很近的感覺 對 感覺是不是它的車窗面積比較大片 怎麼講 怎麼說 為什麼你會這樣說 因為感覺它的車窗玻璃好像比較薄一點 對 你會覺得外面的聲音 對 比剛剛那台傳的還要刺激 對 好啦我們進隧道了 有感受嗎 你們有覺得 有聽出來你們進隧道了嗎 沒有 沒有 一樣吵 剛剛有感覺可以 有進隧道的感覺 對 那現在就差不多 反正都一樣吵就對了 對 這樣想想風切聲大聲可以掩蓋很多東西 當然啊 底盤都沒聲音 不是你話不能這樣說 你話不是這樣講的 那你乾脆就日發了 開一台小match 然後把音樂都打到最大聲就好了 好啦 我們現在要來做一個統計啦 現在我們正在乘坐的這台車呢 你覺得在隔音上面 無論是底盤還是風切聲 等等的 還有這個引擎傳來的聲音 你覺得分數是幾分呢 請評分 2分 2分 3分 你是3分 那接下來呢 底盤 彈跳 搖晃的程度 你們給幾分 請評分 4分 3分 所以這個 應該2分 修改是不是 2分 所以你剛剛是3下變2 對對對 我是4分 你是4分 對 因為我還蠻喜歡 它這種模糊的感覺 很舒服 OK 你覺得是偏舒服的 對 就是比剛剛晃了一點 你是覺得比剛剛晃了 好好好 非常好 就是要這種感覺 好那接下來最後就是整體啦 整體的評分 請評分 3分 3分 OK 3分 1分 2分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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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 2分 3分 3分 2分 2分 舒服啊 椅子怎麼樣 比上一台的再長 我們首先感受一下台北市區的道路 懸吊好像比剛剛那台一 我開始感覺知道黏到什麼東西了 它睡陣就把它處理得比較直接一點 就都傳進來了 你只講比較好聽 你的意思聽起來就沒有在處理 好我們要爬剛剛有爬過的這個坡 來囉 你們覺得這個引擎的牛叫聲跟上一台比怎麼樣 這一台小聲一點 一點點 但是也還是蠻明顯的 CVT都這樣 對啊 接下來我們到高速空切聲感受一下 空切聲如何 笑的意思是 我覺得這一台上下的聲音都蠻大的 風切跟底盤穿進來的聲音都蠻大的 我覺得風切比剛剛小一點 小一點點 但底盤的聲音開始出現了 對啊 還是因為就是風切聲變小 我才聽得到它底盤的 對 沒有可能 但還是有風切聲 然後這台聲音其實也蠻大的 對 真的是猜不出是什麼車 真的猜不出來 因為我剛剛覺得 剛做覺得剛剛那台是ZS 現在做這一台又覺得這台是ZS 哦 我猜這一台是ZS 每一台都是ZS 所以你們不要猜車這種 對啊猜不太出來 就是感受去啊 感受 不然最後我再給你們一個猜的環景好不好 好 我覺得風切聲音真的是差不多大 風切 小一點點 跟上一台差不多 對 但是底盤的聲音又 又出來又多了 又多了 好 會不會有人在泡說 啊用的輪胎也不一樣啊 胎罩也會不一樣 嗯 有可能 好 現在進來的隧道有感覺嗎 一樣吵 但你們有感覺進隧道了嗎 沒有 也感覺不出來 我沒有 也是感覺不出來 對 不過這台車的底盤感覺支撐性就好一點 所謂的支撐性是左右晃那種 對 就感覺左右晃少了一點 比較平穩一點 哦 你說高速嗎 感覺高速比較明顯 就整台車感覺左右晃的幅度減少了 好了 那我們要準備評分的環節了 那這一台呢 針對隔音的部分呢 你會給幾分 請評分 3分 3分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在這個底盤的舒適性的部分 彈跳的部分感受度 你們覺得會是幾分呢 請評分 4分 哦 剛剛的標準來看4分算是不低的標準 好那最後就是一個整體的感受啦 很單純的這個車上來的氣氛你的感覺 你會給幾分呢 請給分 4分 哦 诶 名價還蠻高的 還有 還有 不低呢 這台車其實坐起來蠻舒服的 對是舒服的 目前這台車是不是三台車裡面目前為止的冠軍啊 就是假設是同等級同級距的話我會花錢買這一台 哦 不考量價錢的話 對 第一台跟這一台我都喜歡 單就這個乘坐的那個感受來講 對 成就舒適性的話 當然我們還有下面一台 哇 你們心中應該都有底了哦 對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我很期待到最後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越來越期待 哈哈哈哈 我覺得一個驚喜是 诶 這四台都不是我們看的 哈哈哈哈 對 第四台GLC 哈哈哈哈 冰式GLC 不好意思 等一下到的時候我可以先上個廁所嗎 可能要他們扶你去上廁所 哈哈哈哈 然後跟你們講 馬上到可以倒出來了 哈哈哈哈 我前射 哈哈哈哈 哈哈 耶 終於來到 要來到最後一台車了 好 稍等你們一下 以示清白 我們要這個扶去廁所裡面才能把它演照 這椅墊明顯的短了一點 也變薄了 軟硬 軟硬做起來的感覺呢 嗯 上一台比較舒服 我覺得可能是三台裡面最差的 好啦 這個怠速囉 等紅燈啊 怠速感覺如何 不會抖 不會抖 感覺三台車怠速其實都滿 對 就三台都差不多 好 我們要來到這個坑洞比較多的路段 你們怎麼都沒講話 用心感受 我覺得這一台的後箱啊 跟右後的異音真的比較少 哦 異音比較少 對 我覺得有比較安靜 懸吊給我的感覺 整個地盤啊 感覺滿接近的 但這台我覺得稍微 自己我覺得稍微多一點點的左右晃動 但很不明顯 兩台感覺地盤滿相像的 對 跟上一台 對 很認真在感受兩台的差異 我們現在準備囉 我們等一下要上去那個 一直都會有的上坡 嗯 就是你們大喊CVT的那個方向 我愛CVT 我愛CVT 所以你看我每一次 試是不是一次就是會這樣 對啊 這不是我的問題嗎 真的 來囉 上坡 這個上坡結束了 如何 不認真說 我覺得 它的CVT好像就是 感覺是罩了一層蓋子 就沒有那麼 明顯地進來室內 好 那我們現在上到快速道路了 剛剛那個變速箱 我覺得不認真說 不認真聽可能感覺 不一定感覺說是CVT 我覺得相對滿安靜的 空接身呢 也不明顯耶 我覺得有進步耶 有進步 對 跟上台比起來 風接身安靜 底盤也 有進步 也安靜 也安靜 糟糕了 這台會不會就是GLC呢 GLC在後座 GLC的話這個後座不行 給這個一定不行哦 我們進隧道了有感覺嗎 感覺不大 這車本來就滿安靜的 整體隔音還是比上一台 再好 再好 那乘坐起來的質感呢 乘坐幾台質感也比上一台好 如果椅子不考量椅子的話 對 但是就真的椅面比較短 不然它的隔音比上台好 底盤整體的感覺我也滿喜歡的 那我要評分哦 嗯 好 好 這一台車呢 已經是最後一台了 好 那比起前面的車來講 風切聲 噪音 隔音的部分 請評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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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接下來呢 是這個底盤的舒適性的部分 你們覺得它這個穩定性啊 跟它的彈跳啊 舒適性搖晃的程度呢 你們會給幾分 請評分 5分 4分 好 5跟4 整體 這台車整體的評分 請給分 4分 好 發表意見的時候了 來以四台車來講 這個 文藝先好了 嗯 這台車 真的它就 以後座來講 它就除了椅面短之外 真的 沒差距啊 沒差距啊 你覺得沒什麼好險 好 那中藝咧 這跟文藝差不多 真的是 除了椅面比較短 這台車真的是 目前坐四台起來 底盤舒服 隔音真的不錯 照理來講 裡面有兩台日本車 但我只感覺出一台是日本車 你只感覺出一台日本車而已 對 因為一台 Toyota一台 尼斯上照理來講 應該兩台船啊 欸 所以嘛 船都是大家在講的 對不對 你實際來感受一下就知道啦 是不是 對 刻板印象應該會覺得要有兩台船 那接下來我們就回店裡面 好好的 把你們料理一下 看你們今天 嘿嘿 太有趣啦 哈哈哈哈 好 回公司見 脫照了 好可以脫照 我來參考一下你們的意見好不好 你們覺得啊 不在這三台裡面的 是第幾台 我先猜是第一台 因為它的 弦調的反應是特別不一樣 特別不一樣 我們把猜是第一台 第一台 風格跟另外三台不太一樣 感覺風格都不太一樣 代數比較陡一點 哦 好 接下來 我們先猜最後一台 你猜最後一台是什麼車 第四台 第四台 我跟妳講他 他自己 肯定不是Kicks 他自己是Kicks的主 他Kicks已經坐過了 他都不曉得 肯定不是Kicks 我猜 我猜最後一台 是ZS ZS 那你猜是什麼 我猜應該是ZS 對 我先問你們感受最近的嘛 對 這樣你們一定馬上就知道 好啦 最難的部分來了 二跟三 你覺得二跟三是什麼 分別是什麼 照理來說應該有兩台日本車 但一台做起來 不太像我印象中的日本車 哈哈哈哈 那就是哪一台呢 哈哈哈哈 第三台車 就 第三台車 對我的印象就是 他以面很 很長 很長 對 你剩下Kicks跟 跟Yaris Yaris 那你 你覺得 你覺得Kicks以面長嗎 我後座 沒有做過 沒有感受過 完蛋了 就 就剛剛感受過 猜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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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猜以面長的是Kicks 好 以面長 所以你的三號是Kicks 二號是Yaris Yaris 你咧 我猜三號是Yaris Yaris 因為Toyota不是在推那個TNGN底板嗎 我猜是Yaris 好 Yaris 那我要公布答案了嗎 好 在公布答案之前呢 反正剛剛一致已經通過了嘛 你們覺得整體來講感受最好的就是最後一台 第四台 第四台 那有沒有覺得感受最不好的一台 依照你們剛剛的評分 這四台做過以後 你們覺得最差平應該是幾號車 如果我坐在右後座 我覺得第一台的底盤版 因為我是最不喜歡的 最不喜歡的 所以你的最差平是第一台 那你的最差平 我覺得是第二台 你覺得是第二台 相對最晃 我在想第二台是什麼車 我也忘記了 大家知道了 我覺得這樣才準 因為不能讓你們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你是第一台最差的嘛 對 那第一台如果拿掉以後 二三四 第二差的是幾號車 二號 難道就是Kicks嗎 不是 我就是要這個答案 好啦 那我現在要公布最後的答案 欸還是你們回去看影片就知道了 不好嗎 欸 那我不要跟他講 讓他們一看影片就知道好不好 好啦 如果這個觀眾朋友 喜歡我們這一系列 這一種形式的影片 也記得務必留言 分享讓我們知道 我們就繼續把這個企劃拍下去 那如果流量不好 這個拍真的也是蠻辛苦的 一個從台中上來 一個從台南上來 搞了一整個下午 天都黑了 好不好 所以呢務必呢 幫我們多多的分享跟留言 讓我們知道 你們喜歡這樣子的節目 好不好 今天非常謝謝文藝還有我們綜藝 下次見 掰掰 謝謝文藝 欸你不先充電 蓋起來才充 蓋起來才充 按你的耳機欸 對 AirPOP 很像的 超像 超像 哇 流星 真的才能留不住你的心 看什麼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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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鬼啦 代溝 代溝 有一個很大的 一邊那一切 我就突然覺得我被 你最被切到那一切 當然是要是切啊 不然是切啊 不然是切啊 這個叫偽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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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偽而言